施政报告公布 将实行多项抢人财、抢企业措施 提升人财流港的吸引力 同时北部都汇区将提供65万个工作崗位 包括15万个创科产业崗位 促进本港多元化发展 目标是建构成香港植局 我们一直都是用中环视角去看 所有东西都在商业区的方向网 新界好像很遥远 如果以大湾区来计算的话 我们与深圳的中间 其实不是中环是北部都汇区 其实香港在教育系统 每年培训出来的专才大概是2000多人 但我自己去数过一些球迹网站 我保守估计每年都有6000到8000个空缺 现在又有一个错觉 就是一方面有些就说 我读完BHD或读完博士 就一定要做老师 或者有些人觉得 我读完BHD或读完BHD或读完本科 我们一定要去投身一些商业机构 第二天所有的人 不就只去做生意 只使得去做生意 就不会想着如何做科学 那科学去哪里 那些深度科学在哪里 面对人财流失的情况 北部都汇区 又将如何实现成为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远景呢 我在本科的时候呢 是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智能科学系 然后呢 因为我是之前就读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还是要坚持 继续在这个方向上面 去做一些科研相关的工作 然后呢 为什么选择香港呢 是因为就是香港在这个AI啊 人工智能啊 然后这个在科研圈 是比较 就开始的比较早的 香港和深圳呢 就是这个大湾区啊 相对来说 它是非常适合做这个创科的 其中呢 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有非常好的高校资源 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历史 非常的悠久 而且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全世界 前一百 前两百的高校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说 它有一些就是非常好的龙头企业 包括腾讯啊 华为啊这些 它能够为这个科创带来一个 就是非常前沿的 这么一个技术应用的场景 香港的科研能力很强啦 而我们做应用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赛呢 我们叫做 Asia Pacific ICT Alliance Award 就是亚太私信 及科技联盟大奖 那么这个呢 这个联盟里面 其实是包括内地啦 还有澳洲啊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那些 都在这个联盟里面的 那么我们香港呢 基本上每一年都是 拿得最多奖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后援是没问题的 做科研没问题的 我们做应用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香港对那个知识产权的 那个保护啦 我们在那个合规上高的 严谨和完善的法例啦 那还有就是我们对那个 国际社会那个接轨的能力 香港良文三语 香港在科研学科上 虽然较有优势 政府亦会大力推行 人才流港措施 但未来能不能够解决 人才短缺的情况 还是个疑问 讲到本港已有的两个科研基地 会不会和北部都会区 各式重叠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 库院长王金辉子 三者定位不同 北部都会区 主要负责两地科技研发 以及合作 科学院就近住我们中文大学 数码港近住香港大学 我们做一些基础研究 第一步推出去 就会在科学院那里 即是在香港 当这些科技或者技术 是准备去推出去试市场的时候 它就会北达去北达那里 北达那里 就是做一些所谓应用研究 科技转移为重的一些研发工作 香港政府我想它都体会到这些东西 它就不再叫这个做什么科技员 或者我们就叫这个做新田创科城 城市是什么呢 城市是多元的 城市是不但只是硬崩崩地去做开发做研究 也都有一些文娱的活动 有一定的文化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这样的城市 同样地 我作为一个有心参与一个创科产业的同学 我都会想一下 我难道下去只是踏石仔 只是做事吗 我都要吃饭 我都要玩 或者我都要有另外的文化 相比另外两个创科员 香港创科发展协会主席陈迪元认为 政府需要检视北部都会区生活成本 优惠政策等问题 否则担心难以吸引企业 人才入住 如果我们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 不是可以令到居住成本降低 创科的发展空间扩大 而是提供更加多的机会 去在一些旧经济的项目上高 令一些有利益者得益的话 这个会是一个我比较担心的情况 我想政府和企业吸引人才目标是不同的 政府的概念就是可能会吸引一些机构 適合的机构进驻去那个地方里面 但是企业其实未必一定要去北部都会去发展 我觉得整体你要吸引的话 都不是只看那个地方 都要看整个政府的政策 无论在那个人才培育 那个税务 和发展方向都要着目 今天我也希望往下我们政府里面 可能有个时间表 在不同的阶段那里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里程碑 我觉得是需要的 如果我们等到最尾 20年之后才收货的时候 大湾区内的其他城市 可能就已经赶过头来了 我相信今时今日香港和现在 和内地的融合 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但我们也要提防 那个环境和形势的转变 确切记住初冲 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创科 为什么创科将来是 我们香港发展的命脈 我相信 我们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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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